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夏季星空怎麼認 那夏季星空至少我現在目前手邊找到最多有趣的故事 那看今天有沒有時間跟各位提到有相關的故事 其實這個投入片很多 夏季其實可以講到兩三節課以上 不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能講多少就多少 來 我們認識夏季的星空 別忘記了 春夏秋冬的藥絕還記得嗎 那至少有大三角 是在春夏冬 春夏冬有大三角 那秋季有四邊形 那春夏冬那春跟冬的大三角是正三角形 夏季大三角的是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的直角看起來比較像直角的位在之女 然後呢 接下來兩個銳角當中最尖的是在天狼星 OK 比較不那麼尖的在天晶寺 所以從三個亮點的星星我們就可以認出了天鵝座 天晴座跟天鷹座 天上的老鷹 天上的齊跟天鵝 那另外呢 夏季還有主要可以看到的幾個 黃道十二宮 夏天平座 被我後面刮胡的 這裡是代表的是占星的 請不要寫 考試的時候不要寫占星的 要寫天文的 天平座 平要用這個字 這個字很念皮 然後呢 天蝎座的蝎請不要加一個欠字旁 不要加一個欠字旁 天蝎座這樣子寫的 人馬座 不要寫成射手座 射手座是摘星的 人馬才是我們天文的 然後另外摩羯座的魔請看清楚 不是魔鬼的魔 好 在夏季 在寫星座的時候 常常寫錯的就是 不過還好啦 我們考試到時候是用手機考試 你起碼用手機打字 手機打字的話 應該 除非你真的 手選錯了字 那我就沒辦法了 但是請看清楚 另外呢 還有比較黯淡的星座 有蛇夫啊 巨蛇啊 還有五仙座 天見海豚 小馬虎 這是比較小的星座 然後還有南面的南面跟頓牌座 好 所以我們來快速的用剪 剪圖來給各位看一下 剪圖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用 我稍微把比較亮的星星 畫成比較大 那比較暗的星星畫比較小 所以你有時候這麼多星星 你可以瞇著眼睛看 可以把一些比較暗的星星綠掉 或者比較小的圓綠掉 所以乍看之下 至少這邊有三顆星 那這邊也有一顆星 這幾顆星是在下計算能量的 好 那這裡上面 這三顆星 形成就比較像直角三角星 有沒有 那比較靠直角的 這個就是織女星 織女星所位在的星座 叫做天上的琴 天琴座 你可以想像 在希臘神話裡面 是阿波羅 他原本是阿波羅的琴 然後後來他的兒子 他有一個兒子 那個彈琴非常的厲害 他就把這個琴送給他 那各位都知道 在西洋 西洋他們就是希臘神話裡面 彈的那個琴都小小的 小小的可以邊左邊彈 所以這個就像是那個小小的琴一樣 可以嗎 天上的琴 天琴座 然後呢 另外 兩個銳角當中最尖的那個 這個星就是 牛郎星 但是嚴格來講 他真正的名字不叫牛郎 是叫和谷二 和谷二 因為最遠離織女的 這個叫和谷一 和谷二 和谷三 OK 那他所在的星座 叫做天上的老鷹 老鷹的頭在這 老鷹的翅膀在這 老鷹的身體 其實還有一小結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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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叫做天上的老鷹 叫天琴座 然後呢 比較 稍微比較 沒有那麼尖的銳角 所在的那個亮星 叫做天津寺 天津寺 天津寺 那天津 欸 各位只要以後遇到 那個 中國字的金 金金有惠的金 它的意思是代表 渡口 港口 渡口 可以嗎 那事實上 那他為什麼這邊命金呢 欸 因為這邊有一個 銀河通過的地方 銀河是從 這個天鵝座的屁股 流到脖子 然後比較靠天鷹座的翅膀 一路流流流流流到 人馬座的前面 然後進過去 好 所以呢 這個天津寺 就好像在這個河上面 是一個港口的地方 OK 那天津寺 就在天鵝座的屁股 然後這是天鵝座的翅膀 這是天鵝的脖子 投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 三顆亮星 可以認出三個星座 天晴 天鷹 跟天鵝 OK 然後接下來 我們可以利用 這三個亮星的連線 來找其他的 那像比如說 你這個 天晶寺 跟 子女星 這兩個亮星 再搭配這邊 欸 南方有一顆比較亮的星 我們依據這三顆星來畫無線 欸 無線還沒出來 我先把無線出來一下 來 畫個無線 欸 畫個無線 依序可以經過這個 五仙座 就是希臘神話裡面的海克力士 大力士 那 這個五仙座 你請仔細看喔 這邊是頭 這邊是肩膀 這邊是腰 這邊是裙擺 前腿勾 後腿跪 然後呢 這邊是他的一隻手 看起來有沒有像哪一束花 這裡呢 一隻手舉起來 感覺在跟 肢女求婚 看得出來嗎 這個 這個人 這個人的樣子 是倒過來的 頭 肩膀 腰 裙擺 前腿勾 後腿跪著 然後呢 拿了一束花 再跟子女星求婚 可以嗎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記 好 再一路畫過來 哇這整個好像一隻青蛙 有沒有很像一隻青蛙 其實 他是兩個星座綜合在一起的結果 好 首先呢 這是 蛇膚座的頭 蛇膚座的肩膀 哇 他這個人這麼胖嗎 不是喔 這是他的兩隻手臂 他的兩隻手臂 放在腰附近 抓著一隻這麼長的蛇 這麼長的蛇 這叫做巨蛇座 好 所以有時候巨蛇座 他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天驅 跟這個天驅 兩個加起來 才叫做巨蛇座 好 那這蛇膚的頭 蛇膚的肩膀 然後蛇膚的兩隻手 落在腰間這邊 抓著蛇的中間一段 然後這邊其實還有一顆星 可以畫下來 這就是蛇膚的腳 畫在這個地方 OK 那這就是蛇膚座跟巨蛇座 然後再來畫過的就是 天蠍座的心臟 這顆星 就是我們在第一坦課 就已經跟各位提到的 人生不相見 動如生與傷 傷 傷 就是指的這顆星 傷 OK 他就是心秀二 OK 那天蠍座怎麼看呢 天蠍座的頭 其實這邊淡淡的還有幾顆星 看起來像是一個 熬 頭部 然後這邊是天蠍的 心臟部位 這個叫心秀二 前面那顆叫心秀一 心秀二 心秀三 接下來 他的身體的尾巴 彎過來 一個毒刺 所以這整個 天蠍座在黃道十二宮 在天上是最漂亮的形狀 因為真的一個 哇很明顯的一個彎 然後這邊一個刺 這邊叫尾秀 尾巴的尾 然後一樣 住宿的宿念 後影子尾秀 所以整個天蠍座是頭 心臟部位 尾巴部位 OK 好 陸續的認出這幾顆之後 接下來我們再來靠 天鵝的天津寺 跟天鵝的牛郎心 這兩顆 一樣我們畫弧線 稍微弧往這邊轉過來 欸 他就會經過那幾個星座 來 第一個 我要先講喔 雖然我這邊這張剪圖沒有列 但是要跟各位講 這邊有一個星座 也可能會考 在這裡 幾乎看不到亮星 這個星座叫做 狐狸座 狐狸座 在這個地方 OK 接下來呢 再來經過的這個 欸 只有四顆星 這個就是後面兩顆像劍的羽毛 前面就是劍尖 所以這個就是 有人傳說 這是邱彼特 愛神邱彼特 遺留在天上的劍 所以叫天賤座 可以嗎 接下來經過天鷹座 然後天鷹座 這邊掃過的旁邊這裡有一區 也有一個很暗淡的星座 眼睛幾乎很少 我們的在台北市幾乎看不到這邊的星星 這邊有個星座叫做盾牌 盾牌座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再來經過人馬座 欸 人馬座長什麼樣 人馬座來看一下 人馬座其實是 我這邊的簡圖看不清楚 好 這裡是 等於說人馬是拿著弓箭 然後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馬 來看一下弓箭是這裡 這個就是弓 弓的那個後面的弦 然後這個叫弦 然後上半身是人 看不清楚 那感覺好像有個披風 的感覺 好 然後這個 乍太之下有點像馬鞍 但是那個 等於說好像 因為那個馬的腳會到底下來 所以感覺這個位置 是在馬鞍的位置 欸 不過人馬座 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馬 不可能有馬鞍的 所以你們先加想一下 這就是在馬鞍的位置 然後後面還有幾個黯淡的行 一直到這裡來 這個是人馬座的後腿 後腳的地方 所以人馬座也刮的範圍蠻大的 把南緬座刮在裡頭 那南緬在這個地方 欸 北緬在這裡喔 春天在這邊 春季跟夏季中間 有一個開口朝上的 這叫飛緬座 那這邊呢 開口朝西的 這邊是西邊 開口朝西的 叫做南緬座 所以你看這邊的 虛線一路過來 經過了 天兒 狐狸 天賤 天鷹 盾牌 人馬 南緬 可以嗎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再來 這裡 往這邊過來 好 就是織女網遊了 連線 喔 就穿過了摩羯座 摩羯座一個開口校的 其實摩羯座的圖像是 上半身是牙 下半身是魚 OK 是這樣的圖像 好所以呢 這樣子穿過來 那另外還有 小星座這邊有一排 就剛才講的天賤座 然後再過來 五顆星像手槍一樣的 這叫海豚座 然後接下來有四顆星 連線看起來像小草一樣的 這叫小馬座 好 為什麼叫小馬 通常只要有小什麼座的話 另外就有正常比較大的 大的在哪裡 大的在後面 往秋季的星空 這邊有一個飛馬四邊形 就是飛馬座 飛馬小馬 好 那像南緬 北緬 南緬北緬 然後另外春季 我們春季也會考 不要忘記喔 我們那個期末考春季也會認喔 春季的是 有小獅跟獅子 有沒有 然後呢 夏季有巨蛇 春季有長蛇 可以嗎 那春季還有大熊跟小熊 有沒有 有一些相對的 各位可以自己去 慢慢的去找出來規則 好 各位 我先講一下 像我們剛才 我這邊有下載的那個 我們的 這個 這個 的Latering 好 到時候我考試也是會用這樣的方式 好 然後我會把一些相關的這種 這邊出現的字 我會把它移藏起來 好 甚至太陽系的天體 我會關掉 我會關掉 因為明年的影響 對你們被影響 有些量性被影響 所以現在這樣子 甚至 這個 還沒到秋季的地方 現在還在春季 還沒到夏季 這裡也是春季的 來 轉過來 好 你看 這就是 我們今天介紹的夏季 來幫我先把所有燈 所有燈都關起來 所有燈都關起來 好 這樣有沒有看的比較明顯 好 有時候只要以後 你看到這樣子的 那個什麼 這樣的星座 那我就說 這麼多星星 我哪認得出來 請你瞇著眼睛 瞇著眼睛 你乍看這家就有幾顆亮星 這裡 這裡 這裡也有一個 這邊也有一個 當然底下還有兩個 那這裡 這邊是春季的 春季的 來 有沒有人要幫我回答 有沒有人知道 春季的 這個是什麼星座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春季的星座 春季當中有一顆 春季裡面最亮的星 位在的那個星座 有沒有人知道 這叫什麼星座 好 後面 大聲一點 金牛座 金牛座 金牛座是 那個 冬天的星座 這邊是春天的 我說這邊是春季 所以再過來 這邊是夏季 還有沒有人要回答 好來 慕夫 慕夫 答對了 這就是慕夫座 慕夫座 慕夫座的亮星 慕夫座的亮星 叫什麼名字呢 有沒有人要回答 慕夫 好來 大腳 答對了 OK 不錯 這都已經又加分了 每一個都各加兩分 所以春季星空 夏季星空在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講 到時候我們的考試會是這樣子 我會拿一個光筆 然後去投 我會 那個光筆 我會站在各位的後面 我就直接指這個投螢幕 到時候就是 我就把星星投到這 我們的 奇夢考要這樣子考 我的星星就投在投螢幕上 然後我到時候用光筆去畫 我可能就用光筆去畫 比如說我可能畫說 誒 這是什麼星座 來 有沒有人要答的 答的給他加分 這是什麼星座 好來 天劍 答對了 好 你看我就大概是這樣子 甚至呢 來 我再問一個問題 比如說 我說 這個地方 大概在這個位置 有一個什麼星座 哇 這有什麼東西啊 這個看起來好像不太清楚 好像沒看到什麼星星 好來 後面說 盾牌 答對了 不錯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都會 我告訴我就是用這樣子畫的 畫是哪個星座 你們就是 直接作答 但是作答不是講出來 你們就直接 我會 那個什麼 我會要你們 我會用填充體 填充體 但是你們用打字的 在手機上打字 把它打上去 可以嗎 好 可以不要打星座的做這個字 OK 好 所以 你們回去 多 好好看清楚 當開始這麼多 你不容易看 請你加連線 加連線 好好認 你看這邊有沒有 像比如說 像青蛙的在這裡 好 那剛才我畫的在這附近 有沒有 好 然後呢 那個 天鵝 天啟 天鷹 天鷹 有沒有 都在這個地方 天賤 海豚 小馬 摩羯 好 人馬 難免 天蝎 哎 剛才有一個沒提到 這裡 一個像摩耳之行的感覺 這個叫做天貧座 天貧座 貧不要寫錯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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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蝎座的蝎 也不要寫錯字了 沒有欠字旁 注意了 好 然後 人馬不要寫射手 摩羯的摩 不是魔鬼的摩 解 請注意怎麼寫 好 等等的 好 所以 這些 你都可以輔助 來使用 所以連春季也不要忘了 春季我們也是一樣 放心 我給各位都是 我不要 我不要刁難各位 我會讓你們 就是北邊 都在北 就是朝上面來 好 像比如說春季的這樣子 至少各位 你們這樣一眼趕快先把 北斗七星先認出來 你就很好認了 比如說北斗七星你還記得 那個什麼 比如說前面兩顆可以找到北極星 三四兩顆可以找到獅子座 因為這疊下來 可以找到獅子座 獅子座在這裡 OK 然後後面三顆 這個 玉橫開陽遼光 畫下來 可以看到一顆亮星 這一個就是目膚座 好 剛才想說目膚座在這裡 旁邊就是北斗座 北斗座的旁邊 這邊 就是 五仙座 來 等一下五仙座再給各位看好了 那往下過來 再來 又再畫到一顆亮星 這個亮星 所在的星座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就是 視女座 OK 然後再畫過來 烏鴉座 有沒有 然後烏鴉的旁邊 這邊是 拒絕座 有沒有 拒絕座再過來一點點 這邊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 什麼 六仙座 然後六仙座 旁邊這邊有一個 長長的 從這個頭開始 長長的 一路過來 這就是 長蛇座 OK 好 等等的 那這邊還有什麼 獵犬 後髮 那另外呢 獅子座在這裡 那小獅座 就在這附近 可以嗎 小獅座就在這附近 所以這些都請各位 回去 把 的雷倫好好看好 那剛才我說 要給各位看那個 其實那個什麼 那個 五仙座不好認 但是我給各位 五仙座給各位看一下 來 五仙座怎麼認 其實 有些人的做法是 把 織女跟牛 先畫成一條線 然後呢 畫成一條線呢 天津寺這顆星 根據這條線 好像把它 翻過來 對應 欸 對到這個 對到這個比較亮 但是它不是 五仙座 對到這個比較亮的是 蛇夫座的頭 蛇夫座的肩膀 蛇夫座的手 抓著一條蛇 這有一個三角形的感覺 蛇的頭 蛇的尾巴 OK 然後這邊是 蛇夫的腳 好 我這邊畫畫 我這邊畫都可以 好 然後呢 我說頭 旁邊這一顆 頭對頭 這個就是 五仙座的頭 五仙座的頭 五仙座的肩膀 五仙座的腰 五仙座的裙擺 五仙座的前腿弓 後腿跪 然後呢 手在這裡 剛才手在 一隻手過來 感覺拿著一束花 再跟子女星求婚 另外肩膀呢 另外一隻手 有點往上 這是頭 好 這邊五仙座在這個地方 也蠻大一個區域的 OK 好 所以 這些都可以幫助各位認 然後呢 來 像剛才 我把它放大一隻給各位看 那個人馬座給各位看一下 人馬座 人馬座很像一個茶壺 先看一下 這裡 很像茶壺的蓋子 這邊是茶壺的鬍身 這邊是茶壺的鬍把 這邊是茶壺的鬍嘴 這樣看得出來嗎 可以想像得出來嗎 我看一下它的連線 有沒有連得像茶壺 有沒有 茶壺鬍蓋 茶壺鬍身 茶壺的筆 茶壺的嘴 有沒有 這是不是像茶壺 其中茶壺的鬍筆 鬍蓋的一邊 再連上去 這就是所謂的 南斗六星 南斗六星不是 在西亞裡面 八十八星座 它不是星座喔 它只是位在整個人馬座的其中 六顆星 OK 一二三四五六 OK 這邊就是南斗六星 那你看整個人馬 我說這是公 剛才的公 這是劍 人在這個位置 看不見 有個披風 然後我說這個 像是馬鞍的感覺 但是不是馬鞍 然後這是馬的後腳 到這個地方來 底下刮的位置 就是南斗六 可以嗎 有些請你找機會去看一看 甚至如果真的沒有想像力的話 請你把星座圖櫃弄出來 可以嗎 星座圖櫃弄出來 比較容易好理解 好 接下來 幫我把後面 開兩台的燈 好嗎 接下來來介紹 我們一個個星座 來開始做介紹 天鵝座 天鵝座這邊 我有用一個小圖 就是天鵝的翅膀 天鵝的屁股 天鵝的脖子到頭 這個地方來 好 這個屁股的部位 天鵝其實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星星 它的直徑估計是太陽的 你看100到300倍 太陽已經算很大了 居然天鵝比它大更多 只不過它距離我們非常的遠 1600光年 1600光年 代表它的表面的光一發出來 傳到我們地球上 要花1600天 所以我們現在看它 是1600年前的影像 OK 好 然後呢 天鵝的頭部 這顆星 看起來不夠明顯 這顆星沒有很亮 但是我跟各位講 夏天快到了 大家大概準備到七八月的時候 晚上 如果禮拜六晚上 天氣好 請各位到天文館去 天文館的望遠鏡 禮拜六晚上的望遠鏡 是七點到九點開放 不收錢的 那常常它就會調這顆星給各位看 輾到真七 喔 這個星星的名字好難記喔 這麼長 輾到真七 因為呢 透過望遠鏡 放大看呢 這顆星 這顆星 居然是兩顆 一顆是寶藍色的 一個是橙黃色的 很像兩個鑽石 很漂亮 真的找機會 各位一定要去看一下 好 那另外呢 天晴座 天晴座這顆 就是這個 織女星就是這顆 你看 天晴座呢 前面還有兩顆星 織女星啊 織女星前面還有兩顆星 這個叫織女一 織女二 織女三 好 真正的織女星全名叫織女一星 織女二星 織女三星 OK 好 那我們常常講說 其實那個織女 那個 牛浪是挑的扁蛋 前後有兩個小孩子 坐在扁蛋的籃子裡面 那 織女 也沒有 也沒有 那個 也沒有閒著 抱著兩個小孩在胸前 有沒有 感覺好像抱著兩個小孩在胸前 好 然後呢 它這個是我們夏天裡面最亮的星星 全天地鼓亮 這個就是織女星 好 然後因為星等是正好是零等 所以常常拿它來標 拿它當標準 去比對其他星星的亮度 好 距離太陽有26往年 也就是它的表面發出來 傳到地球上要花26年 然後它跟牛郎星距離也有16往年 16往年 16往年 也就是用光速再跑的話 要花16年 所以你想想看 牛郎之女 以前我小收藏的時候 牛郎之女每年會相會一次 就算它用光速來跑 兩個互相靠近跑的話 也起碼要花八年 因為一個往這邊跑 一個往這邊跑 兩個跑到正中間都各花八年的時間 不可能天天 不可能每年 都能夠相會 好 那因為歲差的關係 歲差就是說地球的自轉軸 會像陀螺快要倒下來之前的那種 在天空上花圈圈打轉 導致於北極星會換人座 所以在過一萬兩千年以後 北極星就是五支旅星 OK 然後另外在這邊 有一個叫建台二、建台三 因為建台一、建台二、建台三 跟建台二、建台三 coast 二、建台二、建台三